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由Nits Radio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 与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企划 杨明 陈伟直播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朋友 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在现在生活在曾经有一个响亮的世界级的美誉的台湾 我们曾经被称为是这个在世界国际间有名的 小吃天堂 或者说是一个美食王国 但是现在在台湾生活的普罗大众 我们越来越难分辨到底盘中孙是历历皆辛苦 还是历历皆有毒 近几年台湾的食安问题连环报 但是食安问题在近几年民众开始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 还有心神去了解问题的症结的过程的时候 这时候台湾的社会才渐渐的开始重视 事实上许多有志之士不断大声疾呼的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实在是太低了 简直是到离谱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月份的节目当中 都探讨许多台湾社会真的是急需改变的现况 那其中一块当然明以食为天 特别是在华人社会 我们呢不只是欢聚的时候是在饭桌上 我们甚至有许多这个重要的决策 也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这个就是华人文化一个跟西方很显著不同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见得其实吃这件事情 对华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要特别针对食品安全 或者我们可以更硕及源头的谈到粮食安全 这个问题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今天的节目呢不严肃 我们主要就是谈其实普罗大众心中最大的最深的一个 吶喊跟疑问我提出来四个 这好多网友都跟我们反应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面对食品安全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会缺乏解决的魄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台湾最常听到的一个候选人竞选时候的口号 我们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根本了 那就是拼经济 其实台湾这个市场经济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呢 已经胜过了国民健康的考量 我们或许可以用美牛事件来理解 其实美牛或许有一些健康风险 但是大部分我们会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了一个 跟健康完全不搭嘎的一件事 那就是说千美牛有助于台湾谈判要进入这个国际型的FTA TPP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个FTA架构 这个区域经济的架构 所以说市场经济的确我们很难否认 在台湾它可能是优先排列 我们考虑事情看一件事情最重要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谈到说很多人都一直在想说 政府目前一个主要政策 就是食品安全的主要政策呢 就是让企业自主管理 企业有可能自主管理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容易回答的 因为企业它存在的目的本质是利益最大化 那么会不会在某些时候牺牲了所谓的健康呢 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共同的答案了 第三个问题是民众现在对政府啊 可以说缺乏了最根本的一个关系 那个关系叫做信赖 这件事有解吗 这个是很多人的大在问哦 我们在这里先暂时不讨论 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都在问说 那我们的身为消费者的我们 三餐总要吃啊 而且希望不只是吃得快乐 还希望吃下去的东西 至少不要有毒 至少可以说它要是卫生 或者就如同它自己所标榜的 现在许多产品食品所标榜的 至少要健康吧 那身为消费者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要在会客室里面 主要来探讨的 我们今天会客室里面 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单位 这个单位它叫做福山农庄 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因为福山农庄它的创办理念 其实是很有前瞻性的 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探讨到的几个问题 它做出了具体的回应 那就关于食品安全啊 粮食安全这些问题 那福山农庄的创办人杨正宏 今天在我们的线上 哈喽John 你好 你好 陈主任主持人你好 其实福山农庄对于这个 全台湾有在关心有机农业 或者说不能说有机 必须把它界定为在农业 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我们就直接说 跟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 就是健康有机的食品这一块 在全台湾的民众如果有在关心这个有机食品领域的话 都会听过福山农庄的 那福山农庄呢 它其实里面这个杨正宏人称 UncleJohn 杨大哥他跟另外一位 其实同时也是大家不断听到他对于台湾社会做出很多真 社会现况与价值做出很多真边的洪明辉 清大的洪明辉教授 他们是共同合作在推广福山农庄的这个理念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就是福山农庄的创办人 John 来到节目中 John 你好 John 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在这个您经营福山农庄的这过去已经接近 目前快要迈向了 接近了第十年 十个年头 您的感受是台湾的民众对于所谓的食品安全这件事情 真的有打从心底的在意吗 还是想说那个乖乖呢 我爷爷吃没事 我吃我爸爸吃没事 我吃没事我也要给我孩子吃 就其实嘴巴喊一喊没有真的很在意 您觉得呢 根据台北医学院大概几个月前提出的这个论文的报告 过去这几年年系的变本加厉的食安的事件 只是去增加消费者在食物消费上的支持 真正有消费者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改变他的饮食生活的少于两个percent 这真的是一针见血 您说的是百分之二吗 少于百分之二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 其实这个不能怪台湾人 因为台湾大家现在一般普遍大众收入都不高 所以呢 高度的仰赖外食 因为外食很方便 又很便宜 所以这个力量的拉扯事实上要让他们也知道外面的东西不干净 你可以去问这些大部分的人 他们都承认外面的事物不干净 外面事物有很高的风险 但是这些普罗大众是非常的无奈 为了要讨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现况 非常残酷 但是我们要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是 以您来看 其实您长期在推广这个食品安全 有机农业 有机这个东西一定就跟这个价格比较贵 也就是说相对竞争力就比较低 画上等号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个也是湖山农庄一直努力在追求的一个社会的运动 就是有机的不一定会比较贵 你可以看看世界上的链报 有很多地方 它的有机的产品虽然比较贵 但是有时候产量大出的时候 它比化学农业就是冠型农业的价格还要低 虽然那个时候并不是很长 而且我们有机跟化学农业之间的这个食物的价格差距也太大 我们的价格常常看到好几倍 但是在全世界这些欧美的国家 你再看 它的有机跟化学农业的农产品 它的价格大概在20到30%的差距而已 这个也造成说我们湖山农庄 要努力地推动有机农业 但是要用健康正确的换化 我举个例子 古巴他们在推动有机农业 是被联合国称许的一个国家 他们认为联合国认为古巴在经营有机农业是非常的成功 然后呢 古巴它在生产稻米 它用有机的稻米生产的方式 既然它的产量比冠型的就是化学农业还要多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出我们台湾为什么有机农业的农产品会比较贵呢 因为它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的产量比较少 那你想想看 然后陈主持人 假如我们现在有机的生产量比化学农业生产的数量产量都要高的时候 你就没有理由要去卖的价格比一般的农产品的价格贵 有机变成不高贵 这个就是我们福山农中现在努力在推动的有机农业的运动 嗯哼是 各位听众朋友 我这个回应刚刚就是Uncle John他谈到的我们这个有机农业这个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宗民意的第一个题目就在探讨有机农业呢 因为事实上越来越多国际上面的标准 他们认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解药或许可以从有机农业这边下有机农业这边着眼 根据IFOAM这一个就是联合国唯一有机农业的执行机构 他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就是说他面他这个机构呢 他是在全世界就是在订定有机法规 几乎都是根据IFOAM他的精神来制定有机法规的 那他给全球消费者的建议就是说 要买到干净的东西呢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只要认识你的农夫就可以了 这个话呢 其实在台湾民众最近才开始比较有意识到 就是说我们买食品 我们对他的概念常常就是从市场或或者是这个超商开始 但事实上近期的食安问题让大家开始体验到 食品安全的看在看食品安全可能要从土地到农场到这一个加工厂到配销最后到销售的现场 要从这个一连串来看 台湾近几年特别多在食品安全上面这样爆发出来 是因为食品的这个制造商他们越来越坏 还是我们说的比较白话越来越坏 还是说消费者的这个健康意识逐渐抬头 您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这只是整个食物供应的生态的问题 因为现在在同路上搭持着这个整个市场 是 一般的小龙要进入到这些连锁店 都是量贩店等等 其实你也知道他们有一个潜规则叫做商家会 那我们试想看看这些小龙根本一年的产量没有多少 它的营业额也没有多少 你要要求这么多的商家会 还有它的同路会筹成都这么高 那你看看有几个友善环境或是有机的小龙 它承受得了 那没有的话那就开始就会 因为这整个价格的结构里面 大部分要交给同路的这个成熟是非常高 有的甚至高到三成到四成 那你再扣掉这个经营贵位的这个要有水电汇啊 人员的性质 事实上那个农产品的采购成本 已经被压到三成到四成 那请问你 三成到四成的成本的这种农产品 你觉得它的品质会好到哪里去呢 是 所以呢 事实上台湾现在实案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依赖 有一些通路上啊连锁店 其实消费是非常无奈的 为什么你刚刚在讲欧盟的iPhone iPhone才在推动的是这个理念 因为你要是认识你的农夫 了解他的农场之后 你就跟农夫变成是好朋友 是 农夫是非常善良的 他不会欺负他的朋友 所以你就问他说 老师长 你的菜 你的农产品有没有喷农亚 他会坦白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支持的力量 让农夫知道说 我还有很多朋友 我这些朋友不能 不应该去伤害他们啊 所以呢 他既然要跟我买这种不喷农药的 我还会跟他解释 因为我没有喷药 所以卖相就比了他 我的朋友都可以接受 他说 我认识上 只要你不喷药 长得多丑 我们统统都跟你买 是 那在有机农业 在台湾目前有机农业这一块 是有这样子对称的资讯 同时两边都揭露吗 这种情况跟比例是非常少 所以为什么现在食安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你刚才讲那个iPhone的精神 事实上非常棒 你只要认识你的农场 了解你的农夫 所以你就不会买到 做假的这些食物 一旦食物不做假 那做假的食物 它就没有空间 或是空间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 几乎完全变加 大值 为什么 因为除了跟我买之外 你还能到哪里去买呢 你要不是这个通路 换成另外一个通路 其实很少 消费者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所以iPhone 其实在推动这种食物的采购运动 其实是非常有智慧 而且适用到世界上每个国家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农委会主委 陈宝基先生 他讲来说 哪一个国家没有食安问题 他讲的是没有错 但是呢 食安的问题 很少有国家向台湾 变本加厉 而且根本看不到改善的一天 是 其实这个各位听众朋友 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其实John他所说的 可真的不是重话 而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 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实 也就是 来自我们的新闻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的确 台湾近几年的食安连环报 从刚开始看起来只是一个可能比较不一定是基础性的这种点心类的到现在看起来连最基础性的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油 烘焙要油 做饭要油 做几乎料理都要用油 台湾都是这么的 这个油的这种来源 还有它的处理方式都是看起来这么的可怕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重话 回头来讲 刚刚我们在谈到这个欧盟的iPhone 它所标榜的这个精神 那具体来说如果在亚洲社会有时候台湾也真的是蛮有趣的 然后政治人物在这个媒体上面的发言常常都会是跟比较不好的来比较啦 有时候都不一定是政治人物嘛 都不一定是像说我们要如何像比较好的这种欧盟或者是这个国际标准来学习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都还会想说在亚洲国家里面 台湾应该至少比在我们邻近的隔壁的大陆要更好吧 不过现在台湾人越来越不敢讲这句话了 但我想要请教这样的就是说 那在这个有机农业要让它的可以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 这个靠的是它单单的价格要更低 还是是整个社会价值选择的问题吧 一鸣再看亚洲社会 这个问题是非常棒的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的友善环境或是有机农业 事实上这些农服我们都非常的佩服他们 所以他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还有社会支持的动力是这么做的状况下 他们能够坚持走下去 光是这个情操我们就以无众的佩服 那我们最诚恳希望就是 小爱德你今天被这些媒体 所有的这些食物丑闻 吓到说最后一句话 你会从心里冒出来是 还有什么我可以值得安心的 事实上是有的 只是你不知道 而这个问题就在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 知性是不对称的 是是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消费者 我们就跟着主持人的服役就是 认识你的农服 了解你的农场 你直接跟生产者购买 那另外一边呢你也可以经过这个过程 你可以了解农服要生产这些农产品 你是做不来的 因为是很辛苦的 是是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一直有一个名词 不断浮现 就是农夫农夫 各位朋友 其实在台湾这个近20年 因为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政策都着重在 所谓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比较具体的一个代表像是高科技业 所以大家对于农业其实相对的是 所付出的关心是比较少的 不过在各位现在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简单的整理目前台湾的农业现况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个关键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台湾为什么 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粮食安全 什么叫粮食安全呢 许多人这时候心里面第一个浮现的是说 今天礼拜四耶 我明天礼拜五就跟朋友周末约了要去吃吃到饱 台湾有粮食安全吗 我现在桌上呢 等一下要就是这个可能还去买一点宵夜 吃不完呢 可能就丢到垃圾桶了 我们粮食很充裕啊 不过这个粮食安全的定义基本上是在谈到说 你现在所吃的这些日常所吃的东西当中 有哪些是进口的 那依据农委会在近年的报告 几乎都大概维持在同样的一个标准 台湾呢 粮食的进口达到三分之二 也就是自举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是这样没错吧 这样我没有记错这个数据吧 事实上我可以给你更精切的数字吧 是 我们去年2014年 台湾生产的稻米是127万公吨 第二期 我们在前一年2013年 我们进口的黄小鱼 黄豆小麦一米是817万公吨 刚好是我们稻米的六倍的量 是 你刚刚讲的三分之一已经很客气了 是是是 真正在台湾我们的主要的杂粮 稻米 包括这些黄豆小麦一米 我们简称为黄小益 只有六分之一而已 是是是 那除了这一个 这一个比较相对客观的数据之外呢 另外还有谈到就是特别跟台湾 这样说好了 其实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农药 台湾的农药使用呢 可是在世界上面排名是数一数二的前面 而台湾的农业人口的年龄 也是数一数二的年纪非常大的 年纪非常高龄的 那这两件事我们并在一起呢 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的出来 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效率 事实上是不高的 因为这个从事农业的人 他们如果相对的高龄化 面对新的技术 有效率的技术 或者是农药可以少喷一点的这一种方式 来自于健康的考量而有的呼吁 相对的接受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整体来说 除了大家本来就知道的 我们的农地很狭小 因为大部分都被把它移挪去作为建地 或者是科学园区了之外 我们还面临到其实 就是没有人要做农夫啦 面临到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子的现况之下呢 我们大部分的饮食当中 我们每一餐当中有许多食材 都是来自于国外进口 因此为什么要说这个 因此我们呢 想要达到认识你的农夫 还真的不容易 总不能追到美国去吧 所以我们下一节节目中要来聊一聊 福山农庄它在推广什么 它在卖什么 那这些呢 其实最后就是回到 我们总要吃吧 到底吃什么才安全呢 我们等一下再跟Uncle John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又回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今天来到会客室当中的 是福山农庄的创办人杨正宏 人称Uncle John John你好 你好 John我想要请教 这个福山农庄 刚刚我们一直在谈到的 就是福山农庄在推广的是食品安全 说的比较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呢 其实就是一种有机食物 而同时呢 再用一种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要去哪里买这些有机食物呢 那就是福山农庄在做的 就是从生产到最后行销 在哪里买得到呢 行销这一个通路 这一个部分呢 全部都一条笼包办 福山农庄是在做这样的事对吧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因为我们刚刚谈了很多 有关于粮食安全的问题 那粮食安全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值一个是量 值就是我们现在雷厉风行 有很多层出不穷的事案的问题 那事实上彭老师彭明慧老师 是福山农庄的董事 那他在几年前出了一本 台湾关键报告 是彭教授 对是彭教授的这本 一定点出我们在当面的 严重的问题 只是社会给他的回应 并不是非常的激烈 或是非常的持续 所以隔了几年 当然这些事案的问题 就会一个一个的爆出来 那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批评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 你要提出一个 很好的选择的谎案 就是你的选择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我们刚有讲过 我们的糯米跟黄豆小麦 一米比较起来 我们一年之后 它的肉纹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进口的这些扎粮 经过长土的海上的运输 这过程中 就会产生很多的细菌等等 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的药物 等等 去抑制这些细菌的增长 曾经有一个教授 他亲自跑到台中港 去干这些大型的 这个粮食的 进口的运输的品质 他说他进到船舱之后 几乎没有办法复习 因为那个空气太臭了 各位听众你们想想看 我们吃的食物除了有基因改造的这个问题 余力之外 还有长土硬素的问题 还有它黄菊毒素 因为长土硬素又淘食等等 这些问题 最严重的是 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的这些进口的粮食 很大部分都跟基因改造 是有关联的 因为基因改造我们不晓得它是安全不安全 但是我们吃的食物我们都很清楚 不安全的 没有被证实的 我们就选择不要吃啊 是不是吗 所以呢我们今天 针对这些台湾现有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委托台湾大学 龙阿喜的赖西美教授 他的团队非常棒 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 我们用台湾的有机的糙米 在完全没有添加的条件下 做出非常好吃的糙米的面条 然后呢除了面条之外 我们还有用米做的蛋糕 米做的脆片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去取代 进口的小麦 台湾高品质的米 去做出很好吃的这些主食 那我们的希望就是 在我们的台湾的市场 能够得到市场的支持 然后让我们的稻米的生产量 不要节节败退 其实我们稻米的数量在减少 告诉各位听众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就是过去40年间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 吃的稻米的消费量 竟然整整少掉100公斤 本来是140647 现在最新的数值 剩下45而已 你看40年少掉100公斤 表示说一年少掉2点多公斤的稻米 那换言之我们现在45嘛 那换言之在20年之后 台湾大概找不到几人 再吃我们的稻米了 这有些人认为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不要只认为 它是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做一些实质的事情 来改变这个腿石 所以福山农庄就是提进所有的资源 去研究 让米面条 米脆片 米脆片就是取代老餐小麦 或是玉米做的脆片 然后做米的蛋糕 而且有个前提一定要很好吃 第二个前提是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添加 是 我刚刚 John 喂John 还在线上吗 是 是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我刚才听到那个数字也蛮惊讶的 您说这40年来 就是每人 这个 每一年 每人每一年吃的稻米的 消费量 消掉100公斤整整 您是说从这个 因为现在如果以104年算起的话 那就是说减40 那就是64年到现在104年 已经少掉了100公斤了 根据冬委会所提供的冬会的联报 这个数字在公开的网络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主持人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邻近的国家 一样都是吃稻米的 对啊 亚洲社会大部分都稻米为主食 那他们也这样子改变吗 对 我现在就要跟你解释 我们的量现在4546公斤 只有韩国的几层而已 韩国比我们多出33层 我们是日本的88层 我们是亚洲所有私民的国家里面 倒数最后一名 哦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严重的 稻米的无畏机 是是 不过因为 我想要代替听众朋友来 请教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可能是很多朋友心中的疑问 但是又觉得 这听起来是比较锐利一点的问题 所以吃到大家心中就会在想说 所以吃稻米是有比吃小麦好吗 是健康宿权吗 很多的课程你就知道 其实吃稻米 绝对是比吃小麦好太多了 我们就讲 我们是第四种好了 我们台湾的稻米 一公顷至少可以生产 四顿到五顿的稻米出来 我们现在在台湾种小麦 一公顷可以生产一顿 了不及吃两顿 但是两顿要用很多的 化学回料等等 才会帮他生长出这么多的小麦 你就知道 其实老天爷已经帮我们做决定了 台湾人吃米菜是我们的主食 小麦不管气候 不管土壤的条件 都不适合再种小麦 你可以把我们台湾的农业礼食 换开来看 在黄小玉 黄豆小麦一米里面 只有黄豆以前还是台湾的传统作物 为什么台湾种黄豆呢 因为黄豆的种植 会带给我们土壤里面 非常高的蛋毁 它是一个天然的毁料 所以我们南部的乡亲们 他们在种稻子的时候 是一起种水稻 一起种黄豆 那黄豆的用意是 让土壤能够变成更毁窝 是是 您这样子谈起来 您是从一个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谈到 就是吃稻米的好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接下来要补充的就是 其实各位 我们天下杂志有出了一本书 叫做小麦的完全真相 各位听众有空 你可以买来看看 其实这一本书 在一两年前是亚马逊在美国 畅销书 告诉各位说 小麦的真正的真相 你要了解 你了解之后你就知道 我台湾人绝对不应该去吃进口的这些小麦 不管在营养 在身体的健康 在整体的社会的价值上面 吃台湾的稻米 绝对是最聪明的选择 是 各位我提供 我回应这个这样一个数据 也提供给各位参考 台湾社会其实近几年 离癌的人数 也就是说所谓的健康杀手 根据这个卫福部写的 大概这个健康杀手里面有三大类 包含了肥胖 饮食不健康 还有缺乏运动 我们特别就针对饮食不健康 这边特别来谈 近几年很多这个 大肠癌的离癌人数 这六年都是国内癌症人口数的第一位 那每年因为大肠癌而死亡的人数 可以一年就达到5000人 那为什么这个所谓的饮食不健康 会如此致命呢 这里面根据国舰署长邱淑提他表示 这个呢是跟国人的饮食习惯西化有关 饮食习惯西化很具体的来说 就是说会以蛋白质为主食 也就是说大家吃牛排啊 吃汉堡啊这样 那我不是在说这个不好 而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关联性 那这个是跟什么比较呢 饮食西化是跟 华人社会长期习惯的饮食习惯来相较 华人社会长期的饮食习惯呢 是植物性的食物居多 也就是说米饭啊 然后很多的青蔬蔬菜 那再配一点肉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习惯 过去这个几千年下来都如此 不过在近几年 特别是在台湾 这个饮食西化 以蛋白质食物为主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某个部分也 那福山农庄同时也有卖畜牧产品吗 还是就是针对稻米 米文化 我们是以台湾的粮食的安全为前提 当然有些消费者是要吃虾子吃鱼啊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福山农庄在福岛的这些农民 他养的虾就完全依照我们的理念 就是完全不用药 在台湾要找到完全没有用药剂喂养的虾还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养虾种菊花 我们最近不是这个塔的事件特别的严重 我们就在几年前就开始服务到特克山的种金针的农副转变 开始种菊花 我们现在福山农庄 我们自己吃的菊花塔保证你放心 而且还得到成大的有机的验证 是刚刚那个Uncle John他一直提到这个保证你放心呢 其实是根据最近消息 这个最近的许多新闻报道都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这个茶叶啊 或者是这些花果茶花拌茶 事实上常常你不只买这些东西 你同时也买到了两个你其实很不喜欢的东西 那包含了重金属的残留还有农药的残留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John的部分是说 您觉得台湾的这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聊到这里 或许我们可以很总结性的来看台湾的食品安全的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在于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是社会价值 其实没有真的想要为食品安全付出代价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我的建议 假如你的孩子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配偶 对食安上面的这个注意力还不够的话 我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带他到台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的病房去走一千出来 我想他的态度会有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们都应该珍惜现在我们身体很健康 我们的活动力是不受限制 当你一旦家人有人在洗肾 当家人有人在做癌症的化学治疗的时候 你知道整个家庭的快乐指数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各位听众 我会呼吁各位 我会不要等到哪一天 现在当你的家庭都很健康的时候 你应该积安实惠 少吃一些不干净的食物 你真正要去了解你食物的来源 我们刚刚有讲过 食物的来源就是认识你的农夫 了解你的农场 你这样的趋级避凶是做得最彻底的 那有关于刚刚主持人在问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有关于这个小麦跟米之间的差异 我要补上一句 是为了现在有针对面粉 并为他们下一波调查的对象 因为刚刚主持人讲说 我们现在转变成细化的饮食 面粉是一个最大的食物的项目 那面粉里面其实文章还蛮多的 大家各位听说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我为了会调查出多少的真相 让你知道说即使吃小麦的东西还蛮冒险的 是是我们今天这个观点会客室整集下来 其实最主要想要谈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说自己的健康还真的要自己负责 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废话 我们再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英文有一句俗言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就是你吃下去的那些东西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可以更具体的再来说一句 就是说其实自己的食品安全呢 恐怕呢还必须自己救 当然政府绝对责无旁贷在这个当中 但是谈到一个最具体的一件事情 你我都可以从此刻就开始做的 那就是很简单 就是认识你的农夫 我们现在啊 其实在台湾教育水准是蛮平均的 那也可以说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物理化学教育 其实是国民基本教育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习的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食品标示 其实也已经行之有年了 可是有一个举动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走进去 你现在要买一包领嘴 然后你拿起来 你看到它背面上面所标示的那些成分 其实呢 真的在关心 真的在真的会做这个动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而真的看这个东西还看得懂的人 虽然物理化学我们也都有念啊 这个成分我们大概也都读得懂 但是真的会关心这些成分 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人又更少了 所以还是回到今天观点会客室 之所以要谈到食品安全的这一个议题 最重要的还是要回答各位听众心里面 也包含我本身也包含这个 这个Uncle John他一直在谈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说在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跟以往有很大的不一样 在以往呢我们对于食品的了解 我们只在乎它是无毒 卫生的 也就是说就像那个卫生的意思就是像那个国小的营养午餐啊 吃了不要拉肚子就好了 然后没有毒就好了 可是现在其实科技非常的发达 像这个食安风暴最近这个几年下来呢 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然后如果我们都完全只在乎那些所谓的检验标准跟指数的话 那那个就是有些排泄物收水油 经过科技的处理之后 还真的可以变成餐桌上的东西耶 因为这个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有通过 指数就是有符合及格的这个指数啊 所以回头来讲我刚刚谈到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谈到说 其实现在面对食品安全恐怕不能够寄望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责无旁贷 而是自己要有真正的觉醒 还不只是知识面的哦 就像我们刚才提出来台北医学大学的那个数据 而是要附上行动的 今天很感谢福山农庄的创办人 Uncle John 杨正宏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如果我们要看关于福山农庄的资讯的话 或买你们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哪些管道 你可以上福山农庄的网站 或是到前省各地的星光三叶的淘际市场 都有我们所贩卖的有机糙米面条 是是 今天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也谢谢各位听众您今天的收听 我是陈伟 下周四同一时间 我们Niss Radio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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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